今天我們要討論這個問題叫做 不會娶你的男人到底有哪幾種 這一點是蠻重要的愛理 嗯 要會判別 是要會判別 但是女生是不是要先確定自己到底想不想結婚 所以今天我們這個就鎖定說是想結婚的女生 然後碰到這幾種男生 你就要小心他可能永遠都不會娶你 第一個叫前女友先生 他沒其他朋友了嗎 是 所以他的意思是說如果他一直聊前女友 他就不會對你真的那麼認真 表示他還無法忘懷 對 而且他可能會一直比較你跟前女友之間 那這就太白目了對不對 史丹麗 對 你通常都怎麼樣處理前女友的鬼魂 他都會保持聯絡嗎 我之前的會啦 對有些會保持聯絡 但是如果女朋友不喜歡的話 其實就不要 就不要聯絡 再來有一種是 不想太認真先生 就是說他會跟很多女人約會 然後他也會跟你說 他還沒準備好 但是那個男生說的沒準備 是哪方面沒準備好 就可能他不想結婚啊 他就不想 安定下來 這只是一個藉口而已啊 沒有準備好 就是你 就是一個男不是 你是真的不想結婚 不是說我不想結婚 不是說沒有準備好 可是有些人真的不會這樣講 他就覺得就是用沒有準備好 來當一個藉口 心態會不會是最重要的問題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心態 最重要的是其實就是不想要結婚啊 對啊就是就還沒 或是不想要跟你結婚 哎呦 這麼白 早點說嘛 對有些人可能真的只是覺得 女朋友就是 當女朋友還不錯 但是我不想要跟你過一輩子 但有一種呢叫做50幾還單身先生 那這種 瑪莉 如果50幾的男生來拔你 50幾還拔我啊 有車有房 然後存款超過七八位出 個性很穩重 為什麼 嫁啦為什麼不嫁 他們有時候要娶你啊 那就 可是我覺得女生就會想說 她都50幾啊 她在撐也沒幾年 然後我比她還能撐更久 其實她放消息說 我在找另外一半 只是要吸更多的女人 好賤喔 有這個可能嗎 是這樣玩還蠻開心的 但是 就是這個樣子我大概可以了解 但是其實一段時間之後 還是會覺得空虛吧 可是我發現這種男人的特色 是她真的好愛自己 她永遠花最多錢在自己身上 然後很自私 就算是女伴出去旅行 她也不會幫她付女費 蛤 可是她自己可以花很多錢 買很多好東西 然後還有一種是耍另類 就是說 這種男人說 我不相信一夫一妻制 哦 這種絕對不能嫁 這個還好耶 我覺得 我覺得還好 這種人應該不多吧 那你不婚原因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 沒這個必要啊 對我來講 就是我講過 就是對我來講 婚姻是可有可無 你真的跟一個人在一起 很開心的話 你如果結婚 你也是會在一起一輩子 對啊 所以其實 我覺得婚姻只是一個 一個無聊的舒服而已 哦 可是像你這種男人 會不會 我們真的真實生活有看過 就是說 他現在都說不結婚 不結婚 然後跟這個 比如說 這假設 基基我們假設 就是很好 然後都很好很好 然後突然有一天 大吵了 分開 然後他就跟一個 小他兩輪的女生 突然的結婚 三個月後 三個月 對就結婚 這種東西常發生 很強 這種東西常發生 真的 而且我們永遠 搞不清楚 到底為什麼 男人在想什麼 不是就是 一個是可能想要報復 對啊 一個是可能想要報復 然後一個可能 所以他賭氣哦 對賭氣 然後一個可能就是 就 其實他可能想要 跟上一個結婚 但是後來就是 吵 吵到分開之後 所以 就只有把那個 遺情移到下一個 然後很年輕到長妹那一種 但是還有一種是真的 現在可能也有了 就是 前途不明先生 真的像剛剛講的 工作也不穩定 收入也不穩定 然後再靠家裡 這一點 瑪莉 你在職場上碰到多嗎 像這樣的男生 我目前遇到好像沒有 就大家都還蠻積極向上 好像反而會理由 會說 因為我要 全心全力在做我的事業 所以我不想要什麼 馬上結婚 然後幹嘛的 可是我覺得現在職場上 越來越就是沒有定性的男人 好像比較多是因為 因為父母真的比較寵 大學都還沒打過工的 也有很多對不對 Irene 而且會 他們會有一些比較遠大的理想 因為現在大家出國打工機會很多 他們就會列很多目標說 其實我覺得我也可以去這個國家 體驗我的人生 我人生不應該只是綁在這裡而已 所以大家流浪期都變長了 對 如果你自己也覺得說婚姻也還好 那你們就用比較輕鬆的態度交往 搞不好就真的會有一段很久的關係 可以交往的還不錯的關係 穩定的關係比一個殘破的婚姻 其實是更可靠的對不對 好的 希望大家能夠找到穩定的關係 祝你幸福 謝謝 謝謝 謝謝